夫君可真厉害 才从军一个月 就当上了百夫长 如今 这通缉大案 淮阳王 竟交给了你 先生可会看首相啊 看家的本事 所求何事 家人极凶 娘子的相闻走势有力 从这相闻来看 你的家人身体健康 无病无痛 虽然生活多有磨难 但是因为有你在 他们都能坚属 带头云开月明之日 我只求 家人能够平安 有瓦遮头 温饱十足 我也在等 团圆的时刻 那是必然 先生 真是民不虚传 您将在这里 多谢娘子 大师 可否能为我算一卦呀 您这面相 疾人天上 但是 您的人生当中 有三疾三胸 线下正处在 最凶的一道大坎之中 神来 神嘞 那个大师 您连我眼下遇到的大眼 都能看得出来 那我该如何自处 这样 二位不要烦恼 不妨写下来 待我在天尊面前焚烧 自然会逢雄化疑 好好好 那 那 好嘞 好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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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北乞丐小鹿子 是我的暗状 让他在镖局附近留下记号 城东 京城九四 我去 夫君怎么才会来啊 今日公务繁忙 耽搁了些时辰 又是公务 王爷都没你这么忙 听说你们今日去逛街吃酒了 怎么样 开心吗 嗯 别提了 我今日兴冲冲地去吃鸡血面 谁知道去了店家都卖光了 好不甘心 那怎么办 明日一早 我去等 吃这方面 你真是摆着不闹 不光是吃 其他方面也是 只要我想得到的 就都会想法子得到 只要你想要的 想方设法 我也让你得到 哦 对了 夫君 今日我回来的时候 看到满城都贴着 通缉要贩的画像 那个邱麟县是个什么人啊 他是一个走标的 哦 那犯了什么事啊 他跟平原标局的命案有关系 万一要车查此案 我们明日得跟着一起调查 那要怎么查呀 公务 不宜稀说 你只要知道 就呆在屋里 不要出去 安全全地便好 夫君可真厉害 才从军一个月 就当上了百夫长 如今 这通缉大案 华阳王 竟交给了你 我真是好夫妻 往后我还出什么门啊 直接在家中 等夫君发放路便是 我就是跟王爷下过棋 有一点儿交情 人家那是提携我呢 夫人 我总觉得你这眼睛里面 藏着事呢 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说了也无用 事关公务 我不能说 就当是家宅闲聊 无妨的 我忽然全都记起来了 我忽然全都记起来了 是吗 夫君想听吗 想起什么了 我记起 从前 家中走标的事 真的 还有吗 标队押韵 时时刻刻都要 提防着贼盗跟踪 因此不会轻易 去闹市区 炮头露面的 若是察觉到危险 便会乔装 混入到 人群冗杂的旅所当中 与本地人同吃同住 这行走江湖之人啊 最能吃苦 拿穷人做掩护 盗贼也不易察觉 嗯 盗贼也不易 你还没准备 你还没有